6月23号 由中国企业沃飞长空 自主设计研发的飞行汽车EVITER AE200 完成了首次公开试飞 此次AE200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验证机 顺利完成全尺寸、全重量、全包线、轻转过渡等 系列飞行试验所有科目 标志着AE200项目二阶段试验圆满结束 此前 沃飞长空已成为中国首个 全球第二完成全轻转过渡飞行突破的EVITER企业 作为一个轻转动力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 它除了完成垂直起降的飞行之外 能够完成从垂直起降到水平飞行到垂直降落 这样一个完整的全扑面的一个飞行 且我们使用的飞机不是缩比的这个模型机 是我们全尺寸、全重量的飞行器 所以也就验证着我们总体气动、飞行控制 航空动力等等方面的技术 已经达到了见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后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持续的在各种更为极限的环境下 去验证我们的飞行器 确保我们的飞机能够以更安全的一个状态 投入到商业运营中 据了解 AE200是一款5到6人坐级的飞行汽车 其巡航速度约248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可达200公里 后续投入运营后 将在300米左右的城市上空飞行 AE200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它是纯电动力的 让我们后续在城市中可以用于 现在我们非常方便的充电设施 进行相应的补能 它是垂直起降水平飞行的 加入了两个固定翼 确保我们在纯电动力的同时 也能有较长的飞行的航程 整个的智能飞行的技术 用于后续在城市内大规模集群化飞行的时候 对于降低我们飞行员的操作的负担 降低我们城市大规模飞行器运行的负担来说 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者了解到 在飞行器研发过程中 技术团队攻克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 逐步有序拓展飞行包线与运行边界 轻转角度从90度到0度 再从0度到90度 完整呈现了全轻转构型的动态飞行实况 目前A200采用的这个技术路线 是采用了轻转旋翼这样的一个路线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前十的飞行汽车企业里面 有七家因为飞行性能和安全性的角度的考虑 选择了这样的技术路线 那我们的A200是国内第一 全球第二完成这个轻转过渡飞行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费兰表示 目前飞行汽车还要进行一系列试验与试飞 比如高温低温等各类极限环境的考验 最大时速飞行与沙停 各种应急故障的可靠处置验证等等工作 只有完成这些考验之后 拿到民航部门颁发的试航证 才能进入量产和投用 市民出行打飞滴愿景越来越近了 未来我们预计在25到26年完成局方的试航审定 后续会逐步的进入到我们的商业运营中 也就意味着在2526年之后 我们的市民可以逐步小批量地体验到 我们打飞滴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了